今天是2019年12月31日 那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家的后院 准备要来享用我们的跨年晚餐 那今天的跨年晚餐大厨是我的婆婆Eda Eda要为大家大显身手 那今夜菜单呢 有 炒青花菜 咸淡蒜末草杏包菇 以及我很爱吃的木耳栗子烧鸡 水煮玉米 还有香甜可口的西瓜 那我们就要来享用我们今晚的大餐咯 那跨年夜的餐桌上当然少不了我喜爱的饮料啦 那我今天准备的饮料呢 是我很爱喝的姜汁汽水 那甜点呢就是香甜可口的马卡龙 那这一排的姜汁汽水啊 是当地澳洲这里生产的品牌 而且呢我喝来喝去就是这个品牌的姜汁汽水最好喝 如果你有来澳洲旅行或是来澳洲生活的话 不要忘记尝试这排的姜汽汽水哦 台湾喝不到的口味 嗯 我婆婆A的手艺真的是棒的没话说 今晚的菜色非常的下饭 所以我们大家都吃得饱饱的 新年快乐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是Jessie Girl 现在目前住在南澳阿德雷德 那预祝大家2020年身体健康 何家平安还有各位心想事成哦 也预祝大家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能够顺利当选 那么咱们明年见 记得给我的频道点赞按订阅多分享 还有开启通知小铃铛 这样明年才不会错过我精彩的节目哦 那就是明年见拜拜